李林叶来得早的是太子莫章 他朝着自己的位置缓步走去 他看到了楚燕 楚燕是丞相的女儿 就算只是庶女 那也是丞相之女 带她来参加公宴 想必也是很疼爱这个女儿了 如果能和楚燕在一起 本宫自然而然 也可以得到丞相的支持 想到这里 莫章便愉快地朝着丞相一家走了过去 楚丞相今日带着恋爱一起来了呀 楚风没有想到莫章特意过来是为了说这个 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还是应和了两句 楚丞相的女儿真是如花似月 楚丞相真是好有福气 本宫觉得这只簪子十分适合姑娘 那就送给姑娘了吧 楚燕意外地抬头看向莫章 只见莫章对她微微一笑 那笑容看上去无比温暖 楚燕的心里一跳 接过了那只发簪 多谢太子殿下夸奖 还不快谢过太子殿下 多谢太子殿下赏赐 莫章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款不离开 太子殿下这是什么意思 他为何要女儿的发簪呢 老爷 这太子殿下会不会是看上咱们家的女儿了 他们之前从未见过 只是第一次见面而已 这就看上了 老爷 你可别说的太绝对 一见钟情也不是没可能 咱们女儿长得好看 太子殿下一眼便相中了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呢 楚丞相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只是摇了摇头 没再说话 楚燕低头看着自己手里这只簪子 看得出神 那次的邂逅还以为既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他以为太子殿下身边有那么多女人 肯定也不差他这一个 转身就会把他给忘了 却没想到太子殿下不但没有忘记他 反而还送给他一只发簪 方才太子殿下朝着我们走过来的时候 大家可都看着呢 应该有很多人都看到 太子殿下送了我一只簪子 那个人就是林烨啊 怎么他一来就一群人围着他 还好咱们来的时候没人围着我 太好了 是啊 是挺好的 他已经看到有几个小姑娘 像是很崇拜林烨的样子 林烨一进来就朝着他跑过去 一点女孩子该有的矜持都没有 哼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娘子 好像有人在看你啊 是吗 谁啊 就是那天来咱们家的那个 说是娘子你的 是我妹妹 娘子 虽然她是你妹妹 但是以后你能不能少见面呀 问什么 储慕好奇的问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她和你不一样 你看你多好啊 可她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觉得她太虚伪了 就是虽然是在笑 但实际上是在拿刀 你说的是笑里藏刀吗 对对对对 就是笑里藏刀 娘子你真的好聪明 我越来越喜欢娘子你了 不过你是怎么发现的 很明显吗 确实 她现在看着娘子的时候也是那样 我看她是不是在妒忌娘子呀 因为娘子你长得那么漂亮 还有娘子你嫁给了我 是是是 你说的没错 她肯定是羡慕我嫁给了你 毕竟这世上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可不多了呀 走过去的路上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那个人到底有多熟悉呢 她光是看一眼就已经深深陷进去了 无法自拔 那是楚慕 竟然是楚慕 真的是楚慕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她为什么会坐在墨琛的身边 她看到墨琛和楚慕在一起 两个人有说有笑 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楚慕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墨琛的 林叶转身去找楚慕的家人 她看到了楚风 楚夫人以及楚焉 他们明明是一家人 可他们并没有坐在一起 楚慕和墨琛本来是毫不相干 毫无交集的两个人 可他们现在竟然坐在一起谈笑风声 没过多久 陛下就来了 今天是朕专门为了林叶林将军办的接风夜 这次林将军率众将敌军一举歼灭 勇时之短让朕十分的震惊 林将军虽然年少 但却有着过人的智慧和英勇 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让朕引以为傲了 来 大家举起酒杯 一起敬林将军一杯酒 再长的众人纷纷站了起来 端起酒杯 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林将军这次打了胜仗 不知你可有什么愿望 你若是有愿望就尽管说 朕会尽可能地帮你达成 臣多谢陛下赏赐 只是臣还未想好要陛下赏赐什么 还望陛下能给臣一些时间 容臣好好想想 好 好啊 那臣就给你时间 让你好好想想 不着急 陛下 小女楚焉 自小喜欢舞蹈 也一直在学跳舞 今日 林将军大胜回朝 小女为此 特意准备了一段舞蹈 也算是为林将军庆贺了 哦 竟然还准备了节目 哈哈 好啊 丞相真是有心了 这准了 多谢陛下 楚焉十分熟练地随着这段曲子 翩翩起舞 楚焉的舞异精湛 在座绝大多数人 都被她的舞姿迷倒了 尤其是莫章 此时此刻 莫章看着楚焉的眼神 都不大一样了 如果楚焉能成为我的夫人 那将来岂不是 在我想看舞蹈的时候 就可以让楚焉来为我专门舞异曲吗 想到这里 莫章就兴奋了起来 她的脑子里甚至还想出了一个计划 不如趁子机会求父皇此婚 娶了楚焉 虽然楚焉只是一个庶女 但楚焉是楚丞相的女儿 这样的身份 不管是庶女还是嫡女 都没什么区别 这样的身份 对她嫁于朝臣定有助力 况且她也是真的看上楚焉了 楚焉一曲舞弊 她原本希望能对她有回应的人 没有丝毫反应 好 好 楚爱卿的女儿 还真是有才华呀 这舞跳得十分动人 楚爱卿真是有福气 虽然只生了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却是各有风华 总是楚焉有眼疾 真依然庆幸爱情将诸女 楚焉嫁给了称儿为妻 林叶觉得自己的脑袋要炸开了 莫琛竟然娶了楚焉 莫琛怎么会娶了楚焉 楚焉为什么会嫁给莫琛 楚焉怎么成了嫡女 这一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明我走之前还是好好的 等等 莫琛娶了楚焉 而莫琛本应该娶的是楚家的大小姐 也就是楚家嫡女楚焉 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是楚焉不愿意 也或者是楚成相另有打算 所以最后嫁给莫琛的人 换成了楚慕 楚慕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楚慕现在是三皇子莫琛的妻子 楚焉看向林叶 她看到了林叶眼神中的震惊 失落 难过和愤怒 我就知道林叶对楚慕是真心的 她对楚慕用了很多心思 以至于现在知道楚慕已经嫁人之后 她的心里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 林叶哥哥 你就接受现实吧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我楚焉 你的妻子只能是我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 不管你喜欢谁 我都要嫁给你 这个林叶是怎么回事 楚慕怎么说都已经是我的娘子了 林叶这么毫无顾忌地看着我的娘子 未免也太过语举了吧 看来我得给她点警告才是 她撞似随意地抬起头 刚好看向林叶的方向 于是她果断地朝林叶投去警告的眼神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但林叶还是注意到了 然后低下了头 推向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别人知道莫琛是个傻子 但她知道莫琛其实比谁都清醒 她和莫琛是多年的好友 她对莫琛和莫义的事情也十分了解 她和莫琛的关系很好 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现在竟然成了莫琛的妻子 父皇 虽然您今天想赏赐的人是林叶林将军 但儿臣也想向父皇求一件事 哦 你也有事要求朕 好啊 那太子你就说说 你想让朕为你做什么 莫章站了出来 给皇帝跪下说道 父皇 儿臣想求父皇 您为儿臣赐婚 赐婚 哈哈哈哈 这倒是好事啊 朕一直跟你母后想你澄清的事情 一直都没有想好 原本想给你办个选妃的 没想到你现在竟然自己提出来了 哈哈哈哈 好 你去说说你想娶谁 朕来帮你看看 父皇 儿臣喜欢的是楚燕姑娘 楚燕闻言 感到震惊之余又觉得在意料之中 他知道莫章喜欢她 但是在此之前他觉得太子不过是一时兴起 陛下赐婚 应该是把我指给林叶才是啊 太子 太子为何要突然过来横插一脚 哦死我了 丞相楚风此时此刻心里开心不已 这这这 那可是莫章啊 那可是太子啊 现在的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 哦 哈哈哈哈 你喜欢的竟然是丞相家的二小姐 莫不是就因为这一支舞蹈 是也不是 这话怎么说的 回禀父皇 其实儿臣和二小姐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之前儿臣在宫外和二小姐有过一次邂逅 当时儿臣对二小姐很是欣赏 没想到现在能在这里又遇到她 儿臣很是高兴 所以儿臣请父皇 能为儿臣赐婚 儿臣想尽快迎娶楚家二小姐过门 让楚家二小姐做儿臣的太子妃 楚燕啊 方才太子说的那些话你也都听到了 怎么样 你可愿意嫁给太子 做太子妃啊 楚燕低下头 跪在了地上 臣女 臣女 臣女一介女娘 婚姻之事都是父母之命 楚丞相啊 臣看你的女儿说的对啊 婚姻大事想来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如今朕的儿子看上你家女儿了 怎么样 你是怎么想的 你可愿意将你女儿嫁给朕的儿子 臣愿意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既然你愿意 那朕也同意了 既然如此 朕如今就为莫章和楚燕赐婚 寻个好日子 择日完婚 谢陛下龙恩 一场庆功宴结束 莫琛觉得自己吃的有点多 刚好天气不错 他们决定逛一逛 然后走回家 娘子啊 今天还真有意思啊 是不是 娘子啊 你都没看到 我那个太子皇兄要娶妻了 而且他要娶的 就是那个讨厌的人 嗯 我知道呀 虽然我看不到 但是我的听力很好 我能听到 所以娘子啊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该有什么想法吗 我本来还以为那个讨厌的人喜欢的是林燕呢 我记得他之前不是还和夫人炫耀过这件事吗 你的记性还不错呀 没想到这个你倒还记得 那当然了 你说父皇赐婚 他不是应该不开心的吗 可是我看他的表情 觉得他还是很享受啊 你说那个讨厌的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炫耀了半天 就会也没能和那个人在一起 现在反而和另一个人在一起 这算什么呀 那是你不懂 林燕就算再优秀 也是个将军 可莫章就不一样了 他是太子 是皇帝的儿子 将来还有可能会成为皇帝 大家都要对他俯首称臣 我了解楚燕 按照楚燕的性格 他一定会选莫章的 真的吗 那你呢 如果是你 你也会选皇帝的儿子吗 莫辰和楚墓的脚步都停了下来 林燕正在他们面前站着 林燕没看莫辰 而是看着楚墓 你回答我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你是 楚墓并不是装作没有听出来林燕的声音 他是真的没有响起来 是我 我是林燕 原来是林将军啊 抱歉 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 再加上我对你的声音不是很熟悉 所以就没听出来 实在是失礼 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离开之前你的眼睛明明还是好好的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啊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一言难尽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回答 也许是我的命太不好了 所以才会这样吧 是生病还是意外 又或者是有人害你 这些都过去了 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现在也不太想说 不过 我还是要祝贺你 祝贺你得胜还朝 你知道吗 原本这一场仗 我应该要打两年 可是我现在就回来了 我在战场上的时候 心里想的全都是你 我只是为了能早一点回来见到你 我只是希望能让你少等我一天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我终于回来了 但你却和别人成了亲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不只是你 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就这么成亲了 今天 楚嫣有句话 说得很对 婚姻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不是我自己能掌控得了的 不过 我也很意外 林将军 你竟然会如此惦念我 我竟然能有幸 成为林将军你的精神之助 想想 还真有些不可思议 木儿 你该知道 我一直喜欢你 从小就是 林将军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我觉得 你可能误会了 我对你的感情 其实早在之前 我和你并不熟悉 我确实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哪里吸引到你注意了 但我确实 对你并无其他感情 如果之前让你误会了什么 那 我向你道歉 不用了 你不用向我道歉 可是 就算你不喜欢我 你怎么会这么仓促地成亲 你只是庶女 不论如何 墨琛都是皇子 陛下怎么会将你指婚给墨琛 还有 今天陛下说的 她说楚嫣是庶女 可我知道她根本不是 你能够跟我解释解释吗 你不是都已经听到了吗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身份这东西 无非就是个大号 什么时候有需要了 想变 随时都可以变 这并不是绝对的 也不是唯一的 若有人需要 我的身份随时可以有任何变化 所以其实陛下原本给墨琛的指婚对象是楚嫣 那我现在就去和陛下说 何必呢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 把我怎么样 换回来吗 还有 你确定 陛下真的不知道真相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 陛下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 如果她知道 那她岂不是帮凶 你想的太简单了 不管我是嫡女或是庶女 不管我的眼睛是好还是坏 我爹始终都是楚风 是当今丞相 只要我的这个身份还在 就要随时为怜音所牺牲 我只是个女人 我没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 而且 这已经是我最好的选择了 如果 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选 如果是我 我会保护好你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不会让你遇到危险 理想和现实不一样 你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很感激你 那些美好的想法 就继续存于你的脑海中吧 或者 如果你觉得对我有所亏欠 你可以把我现在的生活 想得很好 娘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叫把你现在的生活 想得很好啊 难道娘子觉得我对你不好吗 这根本不用想 是本来就很好啊 是 你对我确实很好 所以林彦 你看 我现在过得那么好 你就祝福我吧 可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从小时候我见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喜欢你了 只是你一直都不知道 我也希望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楚慕让陌晨带他走 陌晨当然乐意 于是他们就把林彦丢在了原地 现行回府 楚慕坐在马车里 一句话都没说 看上去很不高兴的样子 娘子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还是应该给楚慕留一点时间 既然林彦很倒霉 喜欢楚慕喜欢了那么久 最后还是错过了 但没缘分就是没缘分 我也不会为了兄弟情 就把自己的女人让出去 更何况楚慕的态度 已经很明确了 强扭的瓜不甜呢 你 没什么想问的吗 啊 没有啊 你为什么不想问 娘子你不开心了 娘子不开心 肯定有不开心的理由 就算是问了 娘子你要是不想回答 那我也不能逼着你回答呀 作为一个贴心的丈夫 我应该时时刻刻 体谅妻子的心情 如果娘子你不开心 那我要做的 应该是哄着娘子你 而不是追问你 让你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 如果我一直不提 如果我一直不提 娘子你说不定 一会儿就忘了那些不愉快 我应该让娘子 赶快忘掉那些事啊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 谁交给你的 这几天我请教了齐松啊 齐松前不久刚成亲 他有经验 所以我这个没经验的人 就刚好可以向他取经 不过也不知道他说的 到底是不是对的 他应该没有骗我吧 当然他没骗你 而且你做的也很好 莫称有没有人笑话过你啊 我的意思就是 有的人虽然表面上对你好 但实际上却瞧不起你 那些人每一次的微笑都是虚伪的 根本没有半分真心 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我不知道 不过这个很重要吗 这个怎么说呢 对有钱人来说可能很重要 但对于有钱人来说又似乎没那么重要 那就是对我不重要了 别人的态度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自己开心就好了 干嘛要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我按照别人的脸色生活 那过的也是我自己的生活呀 除非那个人能对我负责 要不然我还是做我自己 自己对自己负责呗 楚慕一愣 他觉得莫辰好像说到了精髓 楚慕更加感慨了 你抱抱我吧 啊 对 你没听错 抱抱我吧 真的吗 娘子 是 我就是让你抱一抱 没让你做别的 不能做别的呀 嗯 那 那是不是也不能亲亲啊 嗯 不能做别的 所以你到底 哼 莫辰当然需要这个拥抱 没等楚慕说完 他就抱了上去 楚慕放松了身体 享受着这一个拥抱 莫辰的拥抱给他的感觉 和之前一样 让他很有安全感 莫非 我们真的有缘分 娘子别难过了 你还有我 有我保护娘子 以后没有人敢欺负娘子了 希望如此吧 娘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你当然不是在做梦 要不然 难不成我们全家 都在跟你一起做梦 你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 再过不多久 你就会成为皇后 太子妃 皇后 娘 说真的 我现在还云里雾里呢 这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 原本 原本我是想嫁给林业的 什么林业不林业 以后你都不能再提到这个人了 听到没有 虽然你一开始想嫁的人是林业 但现在陛下把你只婚给了太子莫章 那你就是太子的人了 以后就别想有的没的了 那个林业他不喜欢你 哼 那就让他一个人过去吧 我那么喜欢他 他凭什么不喜欢我 虽然太子看上我了 但我也不会原谅林业 他让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我在林业面前失去了我所有的尊严 可即便如此 他喜欢的人还是那个女人 是楚慕 好了 其实你要做的不就是把楚慕比下去吗 现在你已经成功了 是啊 在这件事上我确实是赢了 但是在林业上我却输了 输得一塌糊涂 爹 娘 我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在家里躲躲藏藏的了 既然陛下已经给我指婚了 那我应该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去了吧 你要去哪里啊 当然是去三皇子府啊 如今我们和皇室亲上加亲 我和楚慕的关系也尤其更近了一步 我去探望他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行 虽然你现在不用躲躲藏藏 但你也不要去三皇子的府上 无是生非 爹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 怎么就叫无是生非呢 我明明是去探望我姐姐 这算什么无是生非 别以为啊 我看不出来你那点心思 你现在只是陛下赐婚 还没有正式和太子拜堂 在这之前 你都老老实实的 千万不能让人抓住你什么把柄 虽然君无戏言 但如果你有了什么把柄 陛下也会毁了这一桩婚事的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 等什么时候 你和莫章正式拜堂成亲 作为太子妃 不用去三皇子府 你只需要一个命令 楚慕就要过去拜访你 给你请安 这你还不满足吗 啊 还是爹说的对 莫辰你刚才也喝药了 是吗 嗯 就是那碗很苦的药呀 是啊 因为娘子喝了 所以我也喝了 嗯 那你有没有觉得 你喝的药有什么不同吗 我的意思是 之前刘某某把药拿过来的时候 你说什么都没喝 还说那药里有一股怪味 现在你竟然喝了 是怪味没有了吗 啊 我不知道啊 嗯 没注意 好吧 我就是随便问问 没关系的 这个时候刘某某刚好过来 楚慕想亲自问问刘某某 结果刘某某竟然是来向她告辞的 您说什么 您要离开了吗 是 老奴是要离开了 那 那您离开这之后 能去哪啊 夫人这话真是说笑了 老奴原本就是宫里的人 现在离开这里 当然是要回宫啊 回宫啊 之前您来的时候 说您是带着任务来的 那现在任务没完成 怎么就要回去了呢 话是这么说 但老奴还是听从陛下安排 现在是陛下让老奴回宫 老奴当然要回宫 原来如此 夫人啊 老奴在走之前 还是想嘱咐您一句话 您请说 您和殿下相处的那些小细节 老奴都看在眼里 殿下是个好人 心地很善良 心思单纯 他对您这么好 可见他有多喜欢您 嗯 我知道 所以 还请您 能看在殿下 对您这么好的份上 也用殿下对您的关爱程度 同等地对待殿下 殿下 是个可怜人 陛下原先很喜欢这个儿子 其实到现在也依然如此 陛下希望殿下 能留下一个子嗣 这也算是对陛下和殿下的安慰 想想殿下对您这么好 您难道连给殿下生个孩子 传宗接代都不愿意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 您放心 我既然是莫称的妻子 那那些作为妻子的本分 我都会做的 好 那就麻烦您以后 多多照顾殿下了 某某某走了 哦 她终于走了 相公 你说某某某好好的 为什么要走啊 她之前那么固执 说什么都要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再离开 现在 我们还没有孩子 她怎么就走了呢 当然是她想走就走了 娘子 咱们下棋吧 之前和娘子下棋 我觉得娘子太聪明了 但 但我还想和娘子下棋 之前莫称发现楚慕虽然看不见棋盘 但她可以下盲棋 莫称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就时不时的拉着楚慕下棋 等会再下棋吧 你想好好回答我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刘某某某要离开了 是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和父皇说了啊 你和陛下说了什么 我和父皇说 刘某某每天都给我 还有娘子弄了一大碗难喝的药汤 我都要吐了 我还和父皇说 太子哥哥要成亲了 宫里一定很忙 而且太子哥哥成亲之后 父皇一定也很想看到太子哥哥的宝宝出生 所以推荐父皇让刘某某去太子哥哥呢 然后呢 陛下怎么可能就这么同意了吧 当然没有 不过我和父皇说了很多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说我很喜欢娘子 娘子也很喜欢我 我还说娘子对我很好 把我照顾得无微不振 只是娘子太害羞了 有刘某某在的话 娘子反而不好意思 父皇好像理解了什么 然后就同意让刘某某回来了 你 你说陛下理解了什么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父皇理解了什么 我只是说娘子特别特别好 我说娘子长得好看 性格也好 反正但凡能夸到的 我都夸了 我就说娘子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太害羞 像是我要和娘子亲亲 就只能在没有人的情况下 如果有人在 比如刘某某 然后娘子就不愿意和我亲亲了 娘子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 他可以确定 自己的脸一定已经红了一个彻底 真是个狠人啊 相公 我觉得 你在你父皇面前说这些话 实在是很不妥当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开玩笑 我是在认真地和你谈话呢 莫琛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 娘子 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你 你别在这装枪做事的 我听着不习惯 你给我正常一点 娘子 你这么说 我就真的很委屈了 这就是最正常的我呀 莫琛还在那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 橱木觉得自己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要冒出来了 我希望 你以后在你父皇面前能够注意一点 至少 你应该分清楚 哪些话能讲 哪些话不能讲 哦 那娘子觉得 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比如 我们之间的一些事 那都是我们私下的胡闹 父皇是长辈 那些不正经的话题 不适合和父皇分享 虽然我知道 你们父子关系很好 但这种话对父皇说了 只会让他难堪 这么尴尬 这么笑话 当然 也不只是父皇 在外人面前也不能说 外人 什么是外人 外人 就是除了我们之外的人 哦 你的意思是说 只有我和娘子才算得上是内人 其他人 不管是父皇还是其松 或者是灵啊 他们都是外人 对 没错 哦 好的 娘子说什么 就是什么 不过 什么话不能对外人说呀 就是一些很私密的话 比如 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 或者是一些 我们之间的玩笑话 娘子 我 我不太明白呀 你不明白是对的 别说你不明白 我也没搞明白 总而言之 像是之前 你对父皇说的那些话 以后可不能再说了 那是我们之间的私事 父皇并不想听 他听了以后也不会开心的 但其实不是啊 我和父皇说这些的时候 父皇还挺开心的 我看到父皇笑了 只有开心才会笑 所以 父皇一定非常非常开心 开心也不行 虽然父皇开心 但是我不开心 知道吗 哦 那我知道了 娘子的意思就是 只要是会让娘子感到不开心的话 我通通都不能说 对吧 储慕点头 对 没问题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听娘子的话 娘子不开心的事 我坚决不会做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刘萌萌现在走了就是好事 虽然你用的办法不太对 但你确实做了一件好事 我还是很开心的 他夸奖了莫琛之后 莫琛又高兴了起来 语气也变得正常了 太好了 娘子你开心就好 我就知道娘子不喜欢刘萌萌 刘萌萌萌一离开 娘子就会夸奖我的 娘子果然夸奖我了 谢谢你 莫琛 可是父皇还是希望我们能早点有孩子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先拖着吧 啊 拖着 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确实不能拖着 我知道你很孝顺 而这又是父皇所期望的 当然要尽快落实了 只不过 这种事 也不是我们想要就能有的 我觉得 还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这个时间 不是太好 我们可以再等等 等到一个好的时机 再考虑这件事 什么 这么简单的事你也苦恼 我说亲爱的三哥呀 你竟然如此的怜香惜玉了起来 可是我怎么记得 以前你对你身边那些缠着你的姑娘们都特别狠心呀 到底是我记错了 还是你变了 之前那些追着我的人我又不喜欢 但楚慕不一样 我是喜欢他的 况且 她是我的妻子 我现在要和她暂时分房 只是不想让她知道我现在的这些秘密 还有 这也是她期望的 我当然想既能满足她的愿望 又能刚好让我的秘密不被发现 最重要的是 我还不想伤害她 哟 三哥 你这个要求可就有点多了 不过在我看来啊 既然现在还是你自己单相思 随便找个理由就好 我相信她是不会在意的 反正乐不得跟你分房睡 哎 坦然面对吧 其实你在人家心里真没那么重要 你在这纠结了半天 其实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 也没期待你能在乎他的 你别不愿意承认 还在这自欺欺人 何必呢这是 原本就只是一两句话的事 结果到你这儿竟成了天大的难题 我都看不下去 是这样的 我作为你的弟弟 现在兄长有难 我这个弟弟理应挺身而出 我觉得既然你这么犹豫 那不如让我 滚 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这是作为一个弟弟的体贴 你不领情就算了 竟然还让我滚 我的心好痛啊 说真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啊 这问题来得这么突然吗 你已经在我这儿躲了好几天了不是吗 哼哼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实际上也没有多久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一直跟着师父跑东跑西 跑了这么多年 是个人也会累啊 对吧 我就是觉得太累了 所以想回来休息休息 你是我亲哥 你这自然是我的避风港 我不来找你 还能去找谁啊 你是不是在外面闯了什么货 这才躲到我这儿来的 不不不不 这是绝对没有的 你可别乱说 我就不是那样的人 我做的都是行医救人的好事 是不是还替一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打抱不平 我认为 现在这世道 像我这么好的人 你简直是人间珍宝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坦白告诉我 我可以酌情考虑把你留下来 但你要是一直这样含糊其词 什么都不说 那我 莫义皆莫称态度强硬 觉得应该是瞒不住了 其实是这样的 我确实是被人追了 所以才躲到你这儿 好 你不是刚才还说 你绝对不会 不不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是被仇人追 我是被 唉 去年 我跟着师傅去到了一个小部落 当时 我看到有一群男人在斗殴 大家打得死去活来的 好多人都挂了彩 本来我也不是那种多管闲事的人 可是我看情况越来越激烈 有几个人都被揍得半死不活了 我实在是不忍心 就上去去阻止 谁知道 那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习俗 什么习俗 该不会是一群男人打架 胜出的人要娶了那个姑娘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当时你也在啊 还是你也遇到过这种事 所以问题来了 他们部落的首领 要把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 部落的公主 嫁给我 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我明明只是在做一件好事 却轮落到这个下场 我冤不冤枉啊 行了别笑了 我是你亲弟弟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嘲笑我的 我是希望让你给我想想办法呀 我不笑你了 只是奉劝你 我的弟弟啊 以后遇事要谨慎些 别这么冲动 我当时根本没来得及问啊 我看到好几个人都吐了血了 那肯定是内伤啊 你说 那么多人在一起打架 旁边一群人 但他们都只是围观 没一个人站出来说句话 你说这算什么 我还以为他们那个部落的人都疯了呢 幸亏他们只是在比武选序 如果他们是真的有了什么内部矛盾打起来 你现在可能连站在我这里机会都没有了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 我怎么可能娶什么部落公主啊 我连那个公主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都还不知道呢 我为什么要娶她呀 万一其实是个丑八怪呢 不行不行不行 况且我的身份也不允许啊 我虽然在外面跟着师父四处云游 但我始终也是皇子 我将来要和谁成亲 那得经过父皇的同意和认可才行 我要是真和那个什么部落公主成亲 父皇的鼻子还不得气歪了 嗯 差不多 所以啊 三哥 你可得帮帮我呀 我怎么帮你 你只要继续收留我就行了 我在你这躲一段时间避避风头 等过了这一阵子 那边一看还找不到我 应该就会重新一轮比武招亲的 我想那个公主肯定也不愿意为了一个连面都没见过 连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的人孤独中老吧 你呀 你的想法也不代表人家的想法 万一人家这辈子就非你不嫁了 那你岂不是害了人家 我真的是无辜的 我希望他们能放了我 莫辰当然不会不帮莫义 他就是想知道莫义这一次仓促回来 又在他这躲那么长时间到底有什么原因 现在知道了原因 知道他并非是做了什么错事 惹了什么大麻烦 他就放心了 虽然他一直和莫辰说 等他醒来之后就先把他喊醒 而莫辰每一次都答应得很快 可实际上 莫辰根本就没有一次做到过 这天楚木一如既往的起碗了 收拾好自己才开始吃起了早膳 早膳还没吃完 楚家就来人了 这一次是楚夫人邀请他过去 小姐 夫人说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二小姐是您的亲妹妹 她要成亲了 您这个做姐姐的怎么毫不关心呢 大家都知道大小姐心地善良 平易敬人 您应该不会真的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好 我去 不过 我要和殿下说一声 那是自然 奴婢现在去外面等夫人 夫人请自便 小雪出去之后 灵儿就进来了 夫人 您没事吧 没事 只是 我要出去一趟 妹妹要成亲了 我这个做姐姐的 得回去看看她 帮她准备准备 夫人是要回娘家吗 是 我要回去一趟 殿下说她去花园里晒太阳了 你去把她请来 我要告诉殿下一声 是 奴婢这就去 现在找我回去 真是为了让我帮忙吗 肯定没那么单纯 娘子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事 就是头有点疼 我是想和你说一声 楚家那边有事 要叫我过去一趟 他们的人 就在外面等着呢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别担心 我和你一起去吧 娘子要回娘家 我当然要和娘子一起去了 还是算了吧 夫人 就是我娘 我娘只说让我去 她没有邀请你 你就这么过去 他们万一没有招待好你怎么办 这有什么好准备的 我也不用他们招待 我自己招待自己就行了 要不然 娘子自己一个人回去 万一不回来可怎么办呀 万一娘子不要我了 那我去哪找娘子啊 所以不行 我一定要和娘子待在一起 娘子去哪 我就去哪 是楚嫣要成亲了 我这个姐姐总得过去帮帮忙 你放心 我只是去帮忙 不是不回来了 你是我丈夫 这里是我的家 我不回来这还能去哪啊 我真的只是去帮忙 你别胡思乱想 不行 我要和娘子一起去 娘子要是不同意 那就不要去了 夫人 您就带着殿下一起去吧 有殿下在 若是楚家人为难您 殿下还能帮忙您啊 楚夫人怎么会为难我呢 那可是我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 夫人 您别怪灵儿多嘴 虽然您是楚家的大小姐 但是灵儿也看得出来 楚家人对您的态度很一般 尤其是楚嫣 她对夫人一点都不尊重 而且不但不尊重 她还对夫人很不友好 夫人 灵儿担心如果您自己去的话 在那边被欺负了都没人能帮得上忙 但是有殿下在就不一样了 殿下肯定能保护您的 娘子 你要记得啊 等咱们一会儿到了楚家 我们就一起演戏 演戏 演什么戏啊 嗯 就是让楚嫣觉得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戏啊 哎 娘子你到时候配合我就好了 你不会演 我会啊 我最喜欢看戏了 那些戏本子都很有意思 哎 其实我一直都想上去自己好好演一场 不过一直没机会 这样好了 我也能过过瘾 娘子啊 你就配合配合我吧 那好吧 那我就配合你 不过你也不要闹得太大 那里毕竟是我的娘家 何况楚嫣她 哎呀 我知道 楚嫣是未来的太子妃嘛 那也是未来 反正她现在还不是 哎呀 娘子你太唠叨了 配合我就好 啊 小姐 夫人只请您一个人回去 就不劳烦殿下一起了 你这是什么话 我是她的丈夫 我的夫人要去哪 我难道还不能跟着一起吗 小雪被莫称突如其来的质文问懵了 殿下说的对 属今我是三皇子妃 虽然是母亲要我回去 但如果我就自己这么回了娘家 被人看到难免误会 有殿下陪着 确实更好一些 可是夫人 你也许需要在咱们府上多留一会儿 这样岂不是再耽误了殿下了吗 奴婢没有别的意思 奴婢只是不想浪费殿下的时间呢 大胆 殿下做的决定 还沦目到你来质疑 既然殿下要和夫人一起回去 那边一起 要不然你就回去和楚夫人说 今天殿下和夫人都去不了了 马车里就只有莫称和楚慕 这是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演戏了 当然啊 我一直都这么会演戏 我不是和娘子说了吗 我最喜欢看戏了 特别有意思 娘子 你喜欢看戏吗 到时候 我带着娘子一起 你是不是忘了 我的眼睛看不见 不是啊 只不过有的戏啊 不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也可以 就好像是我刚才演的那出戏 虽然娘子你什么都没看到 但你的脑子里 是不是也能根据我们说的话 想象出一个画面 嗯 确实 所以啊 画面并不只是用眼睛看的 要自己去想 你想到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好吧 或许以后有时间 我会和你一起去看看戏的 太好了 我有好多可以推荐给娘子的 到时候 我一定给娘子好好讲一讲 好 不过楚沐现在最期待的 还是眼前马上就要发生的 这一出好戏 莫辰 你既然这么会演戏 那 你有没有在我面前也演过戏 或者 你以后会不会也用这一招来骗我 当然不会 那些人都是坏人 当然要演戏骗他们咯 我怎么会骗娘子呢 我一直都是以我和娘子相处的 我觉得 你现在就像是在演戏 楚家也没有想到 小雪会把莫辰爷带来 他们并没有人去迎接楚沐 压根没人在意 楚沐三皇子妃的身份 如此一来 莫辰明显的不高兴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本殿下带着夫人前来 怎么连迎接的人都没有 人都去哪了 难不成 丞相府已经没有人了吗 算了吧 先进去 不行 我是三皇子 你是三皇子妃 他们既然邀请娘子你了 那他们就应该派人在这准备迎接 就算我不来 他们照样得迎接你 这是规矩 殿下 府上最近很忙 大家都在操办喜事 家里实在疼不开人手了 所以才怠慢了您和夫人 还请殿下谅解 不行 只要没人来迎接我 我们就不进去 里面的人大概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跑过来看了看 小雪马上拉着管家小声说道 我本来是去请那位的 但是三皇子妃的跟着一起来 现在还说没有人欢迎他们 他们就不进来 刘管家 您看 拜见三殿下 拜见夫人 你是什么人 回殿下的话 小人是丞相府的管家 贱姓刘 这一次确实是小人疏忽了 因为府上的事情太多 所以就没能及时出来迎接殿下和夫人 还请殿下和夫人谅解 不是你们去请我娘子的吗 你们既然派人去请人 也不知道准备迎接 这是什么意思 夫人在嫁给我之前 好歹也是你们家的大小姐 你们就如此怠慢了吗 殿下责骂的事 这确实是小人的错 这样 殿下若是有什么不满 尽管责骂小人 老爷和夫人都在里面等 殿下和夫人不如先进去 好了 进去吧 我想他们应该不是故意的 就算是 大概也还是把我当做一家人 情无可原 你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要再找他们麻烦了 不过既然楚慕都发话了 自家娘子的面子在这个时候就要给 好 既然娘子这么说 那我就听娘子的 楚夫人 您这是把我们当成透明的吗 当下听到这话 他只觉得说这话的人实在是太没有礼貌 他很生气地转过身来 看到莫琛和楚慕两个人站在那 楚夫人 这丞相府是怎么了 家里来的客人也没人前去迎接 现在我们都已经进来了 你似乎对我们也不理不睬 这倒是奇了怪了 不是你们说有事要找我的夫人帮忙吗 所以现在您这又是什么意思 三皇子殿下 您怎么来了 我是陪着我的娘子一起来的 你们只找了我娘子 但是我娘子眼睛不方便 我作为她的相公 当然是要陪着她一起 怎么能让她落单呢 三皇子说的是 你们找我娘子到底要做什么 哦 是这样 我们这府上马上就要有大喜事了 当时三皇子不是也在场吗 陛下将楚焉许配给了太子殿下 您应该记得这件事吧 不知道 太子殿下是您的皇兄 也就是说将来等燕儿和太子殿下成亲了 那燕儿和三皇子您也就算是亲上加亲了 什么亲上加亲啊 我又不认识她 我和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三皇子真是糊涂 太子殿下是您的皇兄啊 那以后燕儿岂不就是成了您的嫂子 嫂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就知道现在此时此刻 你们欺负我娘子了 你们让我娘子受了委屈 你们冷落了我的娘子 殿下您真的误会了 楚慕也是我的女儿 作为母亲 我疼爱她都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冷落她 是吧 我的好女儿 我并不这么觉得 虽然我是母亲的女儿 但母亲对我这个树出妹妹 显然体对我要好 有时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 我根本就不是您亲生的 我那个树出了妹妹 才是您的亲生女儿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 尤其是在这类乱说 牧牧 现在你不住在府上了 娘对燕儿的事 也就多关心一些了 你们说到底也是亲姐妹 这种事 你也不必嫉妒吧 想想你们姐妹之前的关系多好呀 现在你妹妹 马上就要嫁给太子殿下 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 你作为姐姐 难道不该替她感到高兴吗 而且你们之前是姐妹 将来是轴里 都嫁进了皇家 你们在一起也应该互相扶持 互相照应才是 娘 我知道妹妹可怜 一直没有在娘亲身边 我这个做姐姐的 确实要照顾她 只可惜 妹妹虽然可怜 她也轮不到我来照顾呀 此 您说我嫉妒妹妹 其实是您说法了 难道 不是妹妹嫉妒我吗 毕竟 我是嫡女 她 是庶女 一个区区庶女 在府上能有什么身份地位呀 她现在要嫁给太子了 但她始终是庶女 不会因为嫁给谁而改变 固然是非常枝头变凤凰 却要记得 自己只是一个低贱 且卑微的庶女 在楚家 连头也抬不起来的庶女 楚慕说的这些话 都是之前楚夫人或楚燕对她说过的 她现在原封不动地把这话还回去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木木 虽然你嫁人了 但你始终都是我的女儿 都是这楚家的一份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 你这话 若是被别人听到 肯定是要被笑话的 堂堂一个皇子妃 竟然如此口无遮拦 娘 您这么说就是小题大做了 现在是在家 都是自己人 妹妹之前在家里受的那些委屈 家里人又不是不知道 何许也是啊 娘 是楚慕来了吗 楚燕人未到 声音就先传到了 她也太慢了 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她竟然还没 楚燕一出来 看到站在楚慕身边的莫琛 下意识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当她想起来莫琛对她并没有影响的时候 她这才继续说 娘 怎么连这个傻子也来了呀 别胡说八道 在她面前说什么都无所谓 她根本就听不懂 而且继续还差 就算咱们现在跟她说了好多 等她一转头 她就全都忘了 那也不行 你都是要做太子妃的人了 能不能注意点自己的身份 好吧 我知道了 我找你来有事 我知道 如果你没事 肯定不会找我 别这么说呀 姐姐 你可是我的亲姐姐 想请教姐姐婚姨的事 都是嫁给皇子 所以想来 婚礼也差不多吧 嗯 听妹妹这么问 莫非我成亲的时候 妹妹没出现吗 姐姐真是说笑了 所以 你去了 姐姐 你说我们成亲 会不会不太一样啊 听说和太子殿下成亲 礼节相当繁复 姐姐 你当时都做了什么呀 妹妹真是没必要多此一举 届时宫中会有人来 叫起相关规矩的 雏妍用手攥着拳头 忍着想发怒的冲动 走到楚慕面前 想要拉起楚慕的手 楚慕的手 突然被一个很大的力道拍开 你干嘛 做什么打我 你没经过我允许 就要碰我的娘子 我拍掉你的手 也是理所当然 你怎么能随便碰我娘子呢 我娘子干干净净的 你们碰了我娘子 我娘子还得洗手 而且 还要洗得很认真 我看着都心疼 你再随便碰她 我就砍下你的手 楚慕 你是不是故意的 抱歉 我家相关就是这样 你不是说我相关是傻子吗 是啊 他就是傻 但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的世界很单纯 在他看来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他不会伪装 也没必要伪装 你是个聪明人 他不喜欢你 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还用我多说吗 楚慕挽住了莫琛的手臂 对楚焉说道 其实夫妻之间就是如此 她是我丈夫 我是她妻子 所以她要保护我 她看得出来你对我有敌意 所以 她自然不会让你接近我 听上去不像是简单的解释 倒像是在炫耀自己和莫琛之间的恩爱 她这一番话 无疑是在楚焉已经冒了火的脑袋上浇了一把油 原来姐夫是个这么好的人啊 姐姐你真是太幸福了 家都忍了呢 啊 之前都说姐夫是 原本我还很为姐姐你担心呢 不过现在看来 虽然姐夫的脑子不好 但他既然有一颗单纯为了姐姐好的心 那也就没什么了 是 我家相公之前生了一场病 确实失去了部分才华 但在我看来 他不过是从千人之姿 变成了个普通人 而并非像你想的那样 虽然他不聪明 但绝不是个傻子 试问 一个傻子 能说出那么理智的话吗 有时候 我觉得他说出来的话 比一般的普通人 还要智慧的多 之前妹妹 去我们府上的时候 大家不是还一起聊过天吗 还是 妹妹想说 其实 你也不聪明 楚家人可不敢多留楚慕一会儿了 还没等楚风出来 见这个女儿一眼 他们就着急的把楚慕给送了回去 正所谓请佛容易送佛男 墨琛差一点就不打算走了 还要在这儿吃了晚饭 好在楚慕说了两句话 墨琛这才就此罢休 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回去的时候 他们拒绝让小雪 或是楚家的任何人送他们回去 他们打算散步回去 刚好 这个时候有阳光 照在身上暖暖的 很舒服 楚慕也很想晒晒太阳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楚慕和墨琛两个人走在街道上 确切的说是手牵手走在街上 谢谢你 墨琛 啊 娘子你说什么 我说 谢谢你 你今天帮我出了一口恶气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娘子很高兴啊 娘子 你既然这么高兴 那是不是要给我什么奖励呢 奖励 没有啊 我没想给 不过你有什么想要的 可以和我说 如果我觉得可以的话 也会考虑的 娘子 我想要亲亲 你是不是除了这个要求之外 就没有别的了 怎么每次都是这个呀 你确定 没有别的什么想要的吗 我确定啊 我就是想亲亲娘子 娘子那么甜 而且还那么软 真的特别好亲呢 我们还没恢复呢 现在可是在大街上 你能不能不要在人这么多的地方说这些啊 你是不是忘了之前答应过我的 哎呀 娘子 对不起 我忘了 我就是太开心了 所以就全忘了 那好 那我们回去再说 储慕希望墨琛这个时候的记忆力不是很好 等他们回去之后 他就忘了自己刚才在外面说了什么 这样他就不用想办法糊弄墨琛了 墨琛带着储慕走在街上 引来了周围路人的关注 好在墨琛和储慕都不在意 他们不在意被别人议论 自然也不着急回去 相公 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今天就在外面多逛一会儿 好不好 好啊 那我就带娘子好好逛逛 好 墨琛侧头看着储慕温暖的笑容 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要化了 一声巨响过后 再然后就是鞭子落在了墨琛和储慕他们的桌子面前 齐松马上反应过来 和那个动手的人打在一处 怎么了 嗯 好像是打起来了 真的打起来了 什么叫好像 到底打没打呀 齐松在和一个姑娘打架 那就是打起来了 你说是个姑娘 是啊 这个姑娘看上去很凶 凶神恶傻的 怎么会有这么暴躁的姑娘 娘子你没看到啊 刚才她竟然朝着咱们挥鞭子 真是太可怕了 那鞭子抽打的方向要是稍微偏了一点 我和娘子就很有可能会受伤 天哪 真的太可怕了 现在什么情况了 现在齐松和那个疯女人还在打吗 有人受伤吗 没有 店里的人就连老板也都被吓跑了 现在整个店里就只有我和娘子 还有灵儿 以及那个疯女人和齐松 那姑娘是自己来的吗 她身边还有其他人吗 娘子你等等啊 我看一下啊 嗯 有 有几个人 三四个吧 他们都在外面等着 你怎么确定 他们是那姑娘的人啊 因为这姑娘穿的衣服很特别啊 外面的人穿着和她差不多的衣服 莫义说她现在被一个部落的公主追杀 好吧 应该是闭婚 瞧这姑娘穿的衣服 倒是符合莫义说的身份 加上这姑娘刚才一上来就带着那些怒气 肯定是把我当成了莫义 莫义啊莫义 你可真是给我招了大麻烦 你招惹的女人 我怎么对付 你能不能让他们停下来 别打了 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 老板还得做生意呢 而且伤到谁也不好啊 我 我怎么让他们停下来啊 娘子 这事我做不了 我不会武功啊 我 不行不行 我打不过他们 我怕受伤 你不是文武全能吗 不不不不 那肯定是别人 绝对不是我 娘子 我看要不然咱们先走吧 这里太危险了 齐松的武功很好 我想有齐松在 一定不成问题 咱们在这什么忙都帮不上 还会让齐松分心 莫义看了灵儿一眼 给灵儿使眼色 夫人 我觉得殿下说的很有道理 齐松的武功一向都很好 他不会受伤的 为了殿下 还有夫人您的安全 咱们还是先离开吧 不行 不是说那姑娘 还有帮手吗 双拳难低四手 齐松和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不能丢下他 就这么走了 可是夫人 姑娘 姑娘 能否先停手啊 我的眼睛看不到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谈谈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看不见 是 我的眼睛看不到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谈谈 那姑娘又看了一眼楚目 停手 而后她就将鞭子收到了手里 齐松也收了手 但她还是很警惕地盯着那个姑娘 避免她突然出手突袭 姑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是误会 还是什么 我是来找人的 我是来找这个人的 抱歉 我刚才说了 我的眼睛看不到 所以你来找的 究竟是谁啊 我来找的 就是你身边坐着的男人 你说的是莫琛 所以 莫琛是你的名字吗 是啊 好 我要找的就是他 你找我干嘛 我又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你竟然敢说 你不认识我 我们之间的婚约 你难道都不记得了吗 你是我的未婚夫 我们还没成婚 你为什么逃跑 我没有 你疯了吧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娘子 这个女人脑子有问题 我怎么可能是她的未婚夫呢 莫琛 你难道忘了吗 你之前在我的家乡 参加比武招亲 我没有 你有 好了 你们先别吵了 先冷静下来 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误会 静下心 坐下来再说 你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和莫琛在一起 你和她认识吗 她 是我丈夫 什么 她是你丈夫 你已经有妻子了 你已经成亲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有了妻子 怎么还去参加比武招亲 是啊 我已经成亲了 她就是我的娘子 也是我唯一的娘子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认错人了 我根本就没参加过什么比武 我怎么可能认错人 虽然我就只见过你一次 但我不会认错的 你们是什么时候成亲的 是在我们婚约之前 还是婚约之后 如果是在婚约之前 那我就是大的 如果是在婚约之后 我和你没有婚约 莫琛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到底哪里不好了 你才见了我一面就跑了 是我长得难看 让你觉得不堪入目吗 你要是不想娶我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比武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了好了 你们都坐下来 慢慢说不行吗 别吵架呀 姑娘 你还是先和我说说吧 好歹让我先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如何 哼 我看你应该不是个坏人 虽然你已经和她成亲了 但我和你还是第一次见面 我之前和你无怨无仇的 我相信你是个正直的人 能帮我们评断是非 当然 我叫阿秋和 我千里迢迢到这里找她 是因为她骗了我 就是莫琛 姑娘 你不要着急 慢慢说 你说她骗了你 那 她到底是怎么骗了你啊 她骗了我的感情 原本比武 是为了给我选丈夫的 她参加了比武 她也赢了比赛 但是她却不愿意娶我 见了我一面后就跑了 我是部落的公主啊 现在因为这件事 都快成为我们全部落的笑柄了 你说莫琛去了你的部落 对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前几个月 嗯 三个月前 大概是这个时间 三个月前 原本楚慕以为这个阿秋和是莫琛在生了这场大病之前招惹的麻烦 生病之后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彻底忘了人家姑娘的存在 就成了一个负心汉 现在一听阿秋和说是在三个月前的事 楚慕就确定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对啊 就是三个月前 就在三个月前 她辜负了我 你是她的妻子 那你们又是什么时候澄清的 她是不是辜负了我之后才和你澄清的 我什么都没做 我一心一意的和我娘子在一起 我什么时候辜负你了 我也更不会辜负我的娘子 你肯定是疯了 要不就是你认错人 哦 我知道了 肯定是因为你想赶紧嫁人 又没人愿意娶你 所以你才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 想让人家娶你对不对 你这叫什么来着 你这叫碰瓷 喂 你说什么 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大男人做事敢做敢当 你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简直就是个懦弱又虚伪的小人 娘子 我都好久没出过远门了 虽然三个月之前我们还没成亲 但我当时真的就在府上好好待着 哪都没去 娘子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 在你之前 我真的没有和其他女人有过不清不楚的关系 你一定要相信我 好了 你别着急 我知道这件事肯定有误会 咱妈妈妈说 哼 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真让我看不起你 你老实跟我说 你到底是怎么打赢其他人的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就陌生的这个样子 活生生就像是一个傻子 这哪里是那个比无去生的英雄 不行 既然来都来了 现在也见到人了 那就得把人带回去 必须把我的面子找回来 姑娘 你能不能先不要发脾气 能不能先听我说几句 好啊 那你说 我想这件事确实是姑娘误会了 你应该是认错了人 或许你要找的那个人 和莫称的相貌很相似 但肯定不是他 哼 你就是在帮他说话吧 我可以确定我没认错人 我不知道他之前和你说了什么 让你这么相信他 但他的的确确骗了我 他也应该骗了你 他在娶你之前 肯定没告诉你他早就有了婚约 所以你才上当的 对吧 没有 姑娘 从你见到我们 尤其是见到莫称到现在 你觉得 他像是个能打赢你们部落里所有高手的人吗 嗯 虽然是不大一样 但是他现在这个呆傻的样子 也有可能是装出来的呀 他当初都能从那么多人看守的情况下逃跑 可见 他不是一般人 他一定是装的 莫称先是骗了我 又去骗了另外一个无辜又善良的姑娘 还把人家给娶了 呸 真是不要脸 不是的姑娘 你真的误会了 他不是装成这样的 他真的就是这样 我知道你可能还是不信 但是他这样已经有三年了 你说你和那个人是在三个月前认识的 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这样了 哎 你是不是被他骗了 你就是太善良 他说什么你都相信啊 他说自己傻了三年 你就觉得他真的傻了三年吗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他是聪明的 你才是那个傻子 哎 这么想想 阿秋和说的确实没错 如果他真的是骗人 那他未明也骗了太多人了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情况 三年前 他生了一场大病 从内治后 就是这副状态 他的家人便访名医 但都没有人能够治好他的病 如果你不信 可以找人来给他把脉 你要是不信我们的人 也可以找你信任的人 看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看这人眼神飘忽 坐姿不稳 的确不像是有武功的人 也是 部落的勇士各顶各的勇猛 总不会尽全都输给一个傻子吧 他真的已经傻了三年 自然是真的 喂 你真的是个傻子 我不是 你才是傻子呢 你说谁呢 我说你啊 谁让你先说我是傻子的 阿秋和 你看他现在这副模样 觉得他和正常人一样吗 如果是个正常人 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反应 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好 你伸出手来 我来给你把脉 把脉 干嘛 我不喝药了 阿秋和 阿秋和翻了个白眼 我不是大夫 我不会给你开药的 但我懂得一些医术 我能分辨你有没有生病 所以 你确定 你不会让我喝药吗 当然 我很确定 好吧 莫琛勉为其难地伸出手来 阿秋和马上抓住了莫琛 他先检查了一下莫琛的手掌 嗯 你的手掌有茧子 这是习武之人才会有的 所以你会武功 你看 你这个丈夫就是在骗你 他是会武功的 他曾经会武功 自幼学的 但是大病一场以后 就无法使用那些功夫了 连自保都做不到 哼 那也说不定 不 这不可能 这到底是什么脉象 我从来没见过 是啊 我也会一些医术 但是我也没见过 不过 即使我们不能根据脉象 判断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也可以确定 他绝不是个健康的人 如果你还是不信 可以去找会议术的人 再来帮他瞧瞧 不用了 怎么可能呢 他真的是个病人 可是 我那个时候明明看到了他的脸 就是这张脸没错啊 这世上 也有两个人长强相似的 或许 那就是一个和他长得很像的人呢 毕竟你们只见过一面 会不会是轮廓 或者五官 有些相似 不 不可能 我认人的功夫很好的 我不可能认错人 但这一次 你确实是认错了 抱歉啊 看来这次真的是我的问题 那你们有没有见过和莫撑相貌相似的人啊 我还是觉得我看到的就是他 至少那一张脸是这样 我的眼睛看不到 所以我也不清楚 好吧 看来我还要继续去找 在找到他之前 我是不可能回家的 不过 我还是很高兴 这一次认识了你 虽然我们算是不打不相识 但我觉得 你确实是一个好姑娘 谢谢你了 你不用谢我 如果是我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也未必能冷静下来 也许 我的处理方式 还不如你呢 好了 打也打了 我也知道 是我找错人了 耽误你们的时间真的很抱歉 我先走了 有缘再会 娘子你说刚才那个人的脑子 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一上来就说动手 还说我是她的未婚夫 你说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娘子你说啊 她是不是个骗子啊 这是要骗婚吗 别这么说 我觉得那姑娘也挺可怜的 她应该真的被人骗了 换做是我 也不可能轻易放过那个人 也不知道那人当初到底是什么形态 既然去参加了比武招亲 又怎么能丢下人家姑娘不管呢 耽误人家姑娘的婚姻大事 还让人家被部落里的其他人嘲笑 娘子说的是 那人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分啊 真不知道 到底是谁做了这么缺德的事 你说的那个姑娘已经追过来了 是那个叫阿秋和的姑娘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是吧 你遇到她了 过你的福 我和我的娘子好不容易想在外面散散步 就遇到了这种事 真是非来横祸 那个叫阿秋和的姑娘 虽然现在想找你算账 但顶多是想把你带回她的部落 没打算杀了你 要不然 我现在就得成为你的替死鬼 应该不至于吧 不至于 你觉得至于不至于 啊 哎呦 兄长我错了 我真不知道会这样 你消消气啊 那 那她有没有对你怎么样啊 嫂子也知道这件事了 那嫂子有没有说什么 应该没有误会吧 应该庆幸没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 要不然 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哎 那就好 那就好 幸好嫂子聪明 不会随随便便就被别人的话带偏 要不然 还真的是罪过 所以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虽然你觉得是误会 但是你耽误了人家姑娘 这也是事实 你好歹也是个男人 总在这躲着算怎么回事啊 我要是你 我就直接去和她说清楚 我是想和她说清楚的 但你看她现在这个架势 貌似也不适合说什么吧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先等她冷静冷静 也许过两个月 她找不到我 就自己回去了 他们那个部落 就离中原有些距离 我以后是不会再去了 不见面就没事了 你真会祸害人呐 看来你跟着师父在外面游历 好的没学来多少 倒是学会欺骗人家姑娘感情了 你这是在冤枉我啊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欺骗过任何一个姑娘的感情 这次是意外 行吧 不过你要一直躲着她 岂不是在她回去之前 你都要住在我这里 好像是 那你倒不如回宫 父皇一直在等着你回去 他已经有许久没见到你了 再说吧 皇宫那种地方不回去也罢 我现在都快忘了自己还有个皇姐的身份 至于父皇 他有那么多儿子 见不到我 他还有其他儿子在 不是吗 我觉得他根本不需要我 他要是实在想念我 那就让他多看看你的脸 我 我又不是你 但是我们长得一样啊 父皇有的时候 看着我就会念叨着你 当初我中毒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他一定要彻查到底 可是结果呢 他有没有抓到幕后主使 并没有 他不但没有把那个主使者给抓到 甚至他还继续纵容那个主使者 以至于给我下毒的人又给你下了毒 好在你当时已经百毒不清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不知道三哥你是怎么做到原谅他的 中毒的滋味 我是亲身体验过的 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太难啊